剛剛那個名稱,那個置領函數叫手機 你前掛按摩之後,它也會跟你要三個東西 那你分別把畫面上面的三個東西填上去 就是三、四、五,有沒有 就也是一樣可以傳給它 它最後一樣會幫你把它完成 OK,所以做完之後一個蘿蔔一個坑 那做完之後我們來直接把它執行過 類似像這樣子 姓名的話假設是BBB 然後生日是這個 假設特別格式也要對 因為這個地方它沒有容錯 所以把相關的資料填上去之後 最後你就直接把它按新增 它就幫你把什麼 本來只有這幾個 這些一個蘿蔔 這個是用自電函數幫你自動產生的 就按新增 全部上來 OK,那你可以一直往下一直往下 這樣的話實際上就是把Esser當資料庫 然後VBA裡面可以做一個表單出來 我想這有點難度啦 不過只要你就按部就班做的話 應該就可以輕易的做出這樣的結果出來 那當然最後 因為這個地方可以匯出我的表單 所以如果你這個地方做有問題的話 你甚至可以把它匯入 那我也有把我這個表單 丟到雲端上面去 所以你們在程式碼旁邊有看到這兩個檔案 你把它下載之後 匯入也會 就是如果你匯入到這個你的VBA裡面 也會看到一樣的東西了 OK,所以我做完的結果 在雲端上也有 畫面再還給各位一下 因為時間的關係比較衝觸 那今天的話 我們就先講到這裡好了 那表單部分的話呢 可能就要回去 可能大家回去再試試看好了 因為這部分的話我看一般在工作上好像需要的人越來越多 而且常常會有人需要自己定義出一個輸入的介面 那其實用這個方法我想應該是最簡單 而且比較不容易出錯啦 OK